早前,前港隊榮將方力生為9歲小榮手出頭的新聞, 帶出香港體育界盤根挫折帶著一直未被重視的老問題。 方力生的名人效應下,特首開康,立法會議員出手, 港協企奧委會協調,事情以格外開恩的方式解決了。 香港游泳總會也承諾檢討機制。 不過,在跟進新聞時,看到方力生幾句說來很平淡的說話,令我非常震驚。 他在社交平台說:「我知道泳總有正式屬會、觀察屬會和競賽屬會三種泳會。 我和拍檔合辦由泳學校六年,一直知道我們只是泳會屬下的競賽屬會, 即是在總會,沒有投票權和遭用康民處泳善的權利。 我一直以為我們小泳會只是不能分享資源,不能租用水線練習。 但土生土長的運動員連比賽都不能參加,我真是震驚了。 方力生震驚小泳會的運動員沒有資格參加比賽。 我真是震驚原來小泳會連政府資源都沒有資格拿,連康民處泳善也無權租。 於是嘗試了解一下這個古怪的機制。 政府管轄的公眾泳池有50米標準詞和25米的訓練詞。 去過游水的人都知道,康民處經常畫出幾條磚線給游泳班。 教練和學生可以在磚線裏教水練水,既不打擾一般的泳客, 學的和教的都游得比較舒服。但原來這些磚線都是個龐大利益。 康民處首執的是泳線的使用權,泳種首執的是泳會的資料。 100個泳會來租泳線去教水,康民處就要靠泳種手上的資料來分配。 康民處泳池專線每條每個鐘,租金是86元。 如果在外面私人屋苑、會所或學校租泳線, 每條線每個鐘,由1500到2500元不等。 教游泳的成本差距這麼大,想像得到, 各大小泳會都會爭崩頭,搶租公眾泳池來教學。 況且在康民處核下泳池學游泳,學生不用收入場費, 還有免費救生員,泳會最主要經營成本已經由政府來承擔。 政府要推廣和普及運動,花錢是應該的。 去年政府的體育資助計劃就被香港游泳總會 撥款1700多萬。 掌錢當然也掌權,政府泳池專線的資源分配權 原來已經間接落在泳總的手上。 誰可以遭用公眾泳池的專線, 泳會向康民處申請完後都要由泳總來分配。 正如如方力生所說,第三級別的泳會是無權申請公眾泳池專線, 所以大家去政府泳池游泳時會三步撞到一個教練,四步踢到一個小路。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無權使用政府資源的小泳會, 只能與其他泳客在爭位置,俗稱游泳池。 可能大家會說,成績好、有潛質的精英, 給他們優先訓練條件都是應該的。 其實,造價4.5億的灣仔港灣道室內訓練池 和香港體育學院的泳池都是開放給體育總會作訓練, 並不對公眾開放的。 所以精英本來就有好的場地, 即是精英要先入大泳會。 另外,精英最好都要有些家底, 因為所有成績達標的運動員, 如果他要參加國際賽, 出國比賽的費用全部要自己給。 難怪游泳精英大部分都是名校學生。 社會出問題,大多數是源於制度不公, 資源分配不公。 香港住屋貧富懸殊, 教育貧富懸殊, 醫療貧富懸殊。 如果連體育都貧富懸殊, 年輕人再起革命, 相信不會是太遙遠的事了。